今年3月 杨密县捐赠承诺未兑现风波 12日杨密房主动公开与李萌合作的聊天记录 转账记录等全部细节 多数细节表明杨密疑似陷入了公益骗局 稍晚刘凯威发布力挺妻子杨密 小密公司的同事们 我们每一个人一直都真心的希望 能够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失误的地方需要改正 需要吸取教训 但也希望大家了解真相 不要让善心被武端利用 粉丝纷纷表示支持 支持杨密 希望你和大咪咪也一直好好的 非法娱乐整理报道